最近政府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做了一個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這個計劃就是選了一些課程 一些自資學位的課程來提供資助 帶來了一個資助學位的實際上擴大效果 有一些院校的學費大大增加 譬如公開大學 有一些學費增幅達到80% 非常誇張 這是公開大學的護理學學士 交租學費5年總學費高達56萬 非常嚴峻 但也有些學校的課程會大大減低學費 減到一萬多 出現了兩種情況 有些將政府的資助 要來改善學生的學費負擔 有些就要來改善課程的質素 而出現了兩個價格的情況 我想問一下 到底這個資助計劃 其實是想資助學生 還是想資助院校呢 這是香港特別人才需要 人力市場緊張的大前提 第二 也是學生在這方面希望發展 所以是人和社區需要 一起配合的計劃 是否也要去的話 因此我們一起配合的 必要理想 可以在這裡 每一人都按理 但是 在這裡 接下來